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齐细说太史公,史记 曲阳侯力商者,高阳人,陈姓起士,陈姓起兵的时候,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 商周围去刮人,埋队,总共有几千人, 佩公略地至陈流,佩公打到陈流的时候,六月余到六月多, 商已降率四千人, 属佩公于旗,将手下四千多人,投在佩公的门下, 在旗这个地方,重攻,跟他一起去攻, 长舍,先登,首先登城,赤爵, 封信成君,这个时候赤了他的爵位, 就封信成君,重佩公,跟着就继续去, 攻勾士,绝河军, 破秦军洛阳东,在洛阳东面,跟刘邦大败秦军, 重攻,跟着攻,院洋, 定十七个院,平定了十七个院,别将,自己率领, 反而别将,即是分兵,他率领了一支兵, 攻信关,定汉中,安定了汉中, 汉宇滅秦,立佩公为汉王, 佩公做了汉王,汉王, 刺商着,信成君, 继续封他为信成君,以将军为 隆西郡都尉,隆西都尉的武职就是, 别将,另外派兵去定北地上郡, 派兵去平定,汉中未平定的地方, 北地上郡在汉中,破翁,然后再打三巡, 破翁将军淹是,翁王掌汗, 周磊军, 周磊军, 殉邑, 苏磊军于尼阳,继续打败了周磊和苏磊, 苏祖, 四十一,武城,将武城赐给他,六千户, 以隆西都尉,用隆西都尉的身份, 重击汉籍军去打汉磊,五月, 出巨野,巨野河北,巨野出兵, 与钟离末战,和钟离末打, 襲斗,恶斗得很厉害,受梁商国印, 带着梁商国这个印,魏的梁商国印, 益食一四千户,再加四千户食一, 以梁商国将重击汉瑜,二岁三月, 接着再打,两年零三个月去打汉瑜, 龚湖陵,汉瑜既已死,汉王为帝, 齐秋,燕王, 藏逃犯,商议将军重击逃,他又去打 战龙脱,先登陷阵,都是很勇敢的力商, 破陶军役下却敌,打败了敌人, 迁为右丞相挂右丞相陷头, 赤雀烈侯,与诸侯佩乎,西西密绝, 这个就是永远的,封给他这个贵族,这个酌位就是, 食一是什么呢,剁五千户,号称若剁侯, 这个时候改为剁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用右丞相身份定了上谷, 进大兵去攻台,受赵相国印, 配了赵相国的人, 以右丞相赵相国, 右丞相赵相国的身份,必于江侯等定, 平定了代,雁门,这些地方, 得代丞相程中,手上国同,这个就是陈禧的丞相, 他的手,地方官国同, 将军以下,至六百石者,捉这些,对方的官捉了多少人呢, 十九人,千,以将军为, 太上皇位一岁,七月,他就派了他去帮刘邦的父亲, 就是太上皇,做宿位, 就是负责他的警備,一年零七个月, 好,以右丞相,又激陈禧, 残东湾,屠杀了东湾, 东湾是匈奴地方, 又以右丞相,从高帝激情报, 攻其前渠,他打前锋,打情报前锋, 陷两阵,连攻破了两阵,得以破暴军, 因此打败了情报,更食, 于是又将曲州五千一百户送给他, 随前所食,以前那些都没有了,凡别破军三, 他自己率领,不是跟劉邦,打败了三支军队, 杭定棍六,定了六个棍,院七十三, 得丞相,捉到对方的官,丞相,首相,大将, 每一个,各一人,小将,两人,二千石以下, 至六百石十九人,这些官俘虜了,就有十九人, 商氏校尉, 他就服侍衞帝的时候,高后时, 到高后专权的时候,伤病不治,死了, 其子忌,他的儿子忌,自放, 外号叫放,字叫放, 与呂陆善, 和呂陆就是很老友, 呂后的弟弟, 及高祖邦,高后邦, 高后死了之后, 大臣,玉珠助女,那些大臣想发兵,杀了那些女士, 呂陆为将军,但是呂陆是将军, 军于北军,他住在北军里面,他控制了北军, 泰威勃不得入北军, 泰威勃入不了北军,那怎么样呢,他控制了北军, 于是, 奈使人劫力霜,原来力霜未死,不治, 其实应该在街道死,但是这里他没有在街道死,就是 医不好,病得很厉害,找人劫持了力霜, 令其子 放,叫他的儿子放,桌, 呂陆,約呂陆出來,哄呂陆出來, 叫他儿子撒謊,说没事,叫他出来,呂陆信之, 約他去街道,两个去滚,呂陆信之,故意出游, 和他出来玩,而泰威勃乃得入, 周温就入了北军,控制了他的北军, 居北军,随珠柱呂,一抢了他的兵拳, 就把姓呂的全部杀了, 是衰相卒,那一年力霜就死了, 是为景侯,他的嗜好是景侯, 子忌代侯,他的儿子忌,就代为做侯, 天下清力放,卖交也,但是天下说这个力放, 出卖旅产,这个人是出卖朋友, 孝景前三年, 到孝景第三年, 吳楚齊召反,吳楚等七国之乱, 尚以冀为将军,他就用这个冀, 景帝做将军,圍兆城, 圍住趙国的城池,十月不能下,打了十个月都攻不到, 结果得如侯, 联布自平齐来,得到联布,联布帮他手, 乃夏兆,才攻落了趙国,夏兆城, 灭趙,王自杀,除国,趙王就死了, 他的国也是除了, 孝景中二年,到孝景中二年, 到孝景中二年的时候, 这个曆冀欲取平原君为夫人, 平原君是谁呢, 平原君是孝景, 皇后的老母, 这个人竟然想娶皇帝的外母做夫人, 他是不是变成皇帝的外父呢, 景帝怒,景帝很生气, 想做个外父,究竟居心何在, 娶一个这么老的女人,為什麼想娶我老婆的母亲呢, 就是這樣,夏继利捉了他去審,有罪是不對的, 意圖追求景帝的皇后的老母, 這個人是不對的, 奪猴, 沒有了猴爵之位,景帝乃以相他, 只用另一個兒子, 奸封為妙侯, 繼曆侍候, 這個就是把奸,又封了奸做妙侯, 逐曆侍候之後, 妙政侯卒, 到他死了之後, 紫康侯,又輪到康侯, 瑞, 瑞成,繼為, 瑞成死, 紫淮侯, 世宗立, 又輪到世宗,世宗卒, 紫侯,宗根立, 也很長, 為太常, 做到太常官, 助法, 因為被人牽連犯法, 割除, 歷商這一支, 到這裏就結束了, 好,這節結束了。